好的中国菜吃了 他说 他讲了个理由很有意思 他说 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因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 他说我们美国才两百年 所以美国没有素 美国只有三十 你们到那里只有吃这个哈姆格 他说没有好东西吃 但是他告诉我 他说你到了美国一定要去吃牛肉 美国的牛肉是全世界第一 所以我到了美国第一顿 我就吃牛肉 哇 那个牛肉真的是好处 但是除了牛肉以外 其他就没什么好东西 anyway 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呢 我当时有信心满满 就开始找朋友要做生意了 要做生意 因为我大陆的关系非常好 大家知道当年做生意很简单 因为我们是关系嘛 外贸局关系都很好 所以他们呢 我不用付钱 我只要一个电话 我要什么他们给什么 一个货柜一个货柜就运出来了 好了 运出来以后呢 那我这里就是要开始开始卖了 那个因为我们刚来真的是认识人也不多 所以呢 就是知道美国有卖货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放特尔 今天不是我货给你 你明天就给我钱了 所以一般来说当时一个月 多的是三个月 然后我有一批货给了一个人 这个人拿了这个货以后呢 几天以后 那时候Lexus刚刚出来 他就买了一部崭新的Lexus 还带我去兜风 我当时看这部车怎么那么漂亮 我开了一部 那个Toyota Camel Toyota Acola旧车 然后呢 他开了部Lexus带我去 那当时我记得那个 那个冷气啊 这个冷气的地方 它是像电风扇啊 会摇头的 我说怎么做得那么好 做得很舒服 后来到三十天 我要替他问他要钱的时候呢 他开了那部Lexus就走了 从此不见了 打电话通告打到晚都打不见 后来我才知道 他这部Lexus 实际上我的货款 买了以后呢 就把他这个Lexus就开走了 所以我就找不到这个人 哇 我非常的着急 这个人就再找不着 我跟他打电话